我愛翻尋味 我愛翻翻翻尋味 鏡頭帶你舉步 看美食為懷身中 一開心一人都希望 開心一班人即刻到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我們來到純德軍安 是 這裡是李小龍的故居 選蠟味, 你怎麼選呢 是, 舅舅 你問舅舅就沒錯了 做鴛鴦臘腸給你們吃 這是蠟蠟 蠟蠟, 聽說 好吃, 玩好看 一個都不會笑 坐定定, 精彩節目, 現在開始 我愛翻尋味, 吃到漂亮漂亮 打頭不打了 不要打, 你們幹甚麼 你們只是切磋 我們常人切磋 打得心水生寒了 我們不是打架… 今天我們來到純北均安 是 這裡是李小龍的故居 也是貓王的家鄉 所以貓王應該要帶我們到處找東西吃 今天我帶你們去繞一下李小龍 貓王今天做我們的導遊 一會兒走一會兒 然後他會帶我們去找好東西吃 那有什麼好東西吃 我走 待會見 小虎, 打兩下給你看看 好 好, 打一會兒 打一會兒 厲害 可以嗎? 貓王是地道均安人 是的 難得他今天做兩手給我們看 可以嗎? 對, 但李小龍的入室弟子 還單純會煮菜 還要吃兩手 靠我, 教你一身汗 當然 貓王全都餓了 你們去吃東西 帶你去找好東西吃, 好嗎 好… 出發… 來吧, 走 秋風喜就吃納米, 阿琪琪 今天帶你來我們軍安的 金道納米廠 看看最漂亮的納米 要問舅舅 選納米, 你怎麼選擇 對, 舅舅 你問舅舅就猜錯了 舅舅從十多歲就開始做納米 一看完就知道納腸漂亮不漂亮 在後面… 是, 我聞到很香 首先看它的顏色 入了長衣後, 凹凸不平 凹凸不平, 為甚麼 因為它有瘦肉, 有肥肉 肥肉是佔三成, 瘦肉是佔七成 但它使用的是圓長衣 不是那些人做長衣 是豬腸衣才是關鍵 豬腸衣 對, 沒錯 但選用的豬肉, 自講究 因為做得漂亮的臘腸、腊肉 第一時間要選用土豬 是 土豬 包括黑土豬和花白土豬 這些豬肉就漂亮了 你今天有沒有說豬肉是甚麼步驟 豬肉的步驟 在我們當地人說的上甲 上甲木, 第二、三鍋豬肉 就最漂亮了 爽、香、滑 那你有沒有說這些臘腸要粗一點 還是幼一點, 腸一點 通常臘腸有些是做珍珠腸 是 我們在唇膽來說 這隻腸是最合規格 是最有代表性的 對, 所以你想吃到漂亮的臘腸 多一點來順便 但是15例左右, 太多了 差不多了 15例左右 對 通常, 還有一個你要怎樣 鑑別的臘腸, 漂亮不漂亮 因為它是凹筆不平的 如果你的肉質不漂亮 或者你切得過碎, 切肉臘腸 它就會平滑 平滑的臘腸, 在我生活中來說 跟這些皮是不能相比的 教育, 先拿幾條去做菜 拿幾條? 我整個車堆幫它 對, 幫我整齊都好 厚虎, 我們又拿了這麼漂亮的臘腸 和臘肉 看看 怎麼做 不如今天做個 冬菇腸和原味臘腸 做個鴛鴦臘腸給你們吃 哇, 好像很棒 當然很棒 首先將一條臘腸分到三段 是 分三段之後, 就放在一邊 臘肉, 你首先要將皮 一定要將皮, 知道嗎 那將皮是做甚麼 那些皮就有用了 平時在家裡煮蘿蔔 又或者煮冬瓜 加起來, 整個味覺都不同 哦, 原來可以增香 即是可以一個臘肉就兩吃了 對, 將皮就起出來 是 那些皮, 你不要丟掉 留下來煮湯用 蒸臘肉就不要切得太小 是 一定要切到差不多一大塊 如果你太小, 你一受熱 那些皮, 它的油就很熱 幫我放在中間 好 放正中間 放正中間 這些臘腸臘肉, 你要它漂亮的 你就切一切 中間就這樣切一切, 有十字架在嗎 是呀, 切一切 你把它切成很漂亮 你幫我一直冷卻就可以了 這麼可愛 整個花樣 很有想法 一粒冬菇腸 一粒不味的臘腸 對, 黑一點的就是冬菇腸 沒錯, 你幫我冷卻起來 一粒一粒這樣間接性冷卻起來 它蒸出來就會很漂亮 將它切好, 你就放好 一會兒蒸的時候, 你就不要蒸久 這樣蒸多久 這樣做, 最快三分半鐘就完成了 舅父 是 花式蒸臘米就蒸了出來 是呀 試一下你的地道蒸臘肉 味道夠 爽口的吃下去 它的肥豬肉真的很爽 是呀… 肥而不漏 它雜肉的部分就… 很有嚼勁 真的 越嚼越香 因為它的臘腸、臘肉 它是用那些優質的土豬 用土豬去做 所以它出來的效果完全不同 那你就試一下冬菇臘腸 很香 冬菇, 真棒 很香 是嗎 不過它的冬菇香味真的很好吃 舅父 那些臘腸、臘肉 也有淡淡的酒香味 對… 因為它本身是溶開高度酒的 做臘腸、臘肉 如果度數不夠, 它是不香的 一定是建議用白酒 你又試這個鹽味, 像肉、臘腸 鹽味, 我看到它分補得很均勻 對… 肥瘦 你看就看到了 是吧 它裡面的精型剔透… 像善道花一樣 瘦肉和肥肉 所以家庭觀眾 如果你們想吃到同款的臘味 就可以掃描 屏幕下方二維碼 進入尋尾君嚴選雙城裡購買 這個臘味三寶 現在在雙城裡的價錢 是188元的搶購 裡面有甚麼呢 有原味的臘腸 還有冬菇的臘腸 還有優質的臘肉 這個三寶除了這樣做 可以煮仔飯 是 臘肉炒冷豆 真棒 臘腸還有一種做法更加特別 原條放入飯煙蒸 原汁原味, 一人一條 這個真是同仁的味道 原汁原味 對, 怎麼做都可以 很多種做法, 對吧 所以大家都想吃到這麼棒的臘腸 就快點擊屏幕下方二維碼 裡面購買 來到我們軍安 就只吃這個臘腸三寶不夠 就做到一道菜給你們試試 好啊, 那我就跟你學習了 對, 走 金度納味, 傳承五十多年的配方 天然亮曬, 地道順德味 精選土豬後腿肉, 古法秘製 加入特有的名酒, 增香去腥 唇齒留香, 回味無窮 馬皇哥 來到你的地上 不是有甚麼好東西 正如去吃嗎 剛才… 不是, 我們不是… 這個臘腦 是很嚴重 被告人 要二維碼 配合 留跟 煙 對, 你一起吃 如果你為止 對, 記者 莫無窮 有的 我 應該怎麼做 你 我應該答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看见鸽鸵都金黄了 在这个时候就可以放芋头 是的 有多方便 很方便 一会儿记住 因为我们煎一下 煎一下不是炸的 如果炸的话就不会容易辣 一会儿注意一下 我们的芋头 轻轻辣一下 是 直接在锅底里辣一辣 对,辣一辣 不是容易辣的 火焰 然后放 放入水 放入水 盖过 那不用放其他材料了吗 待会儿放糖就可以了 因为辣椒就够了 放入葱花 这道醋就完成了 很简单的 那待会儿吃吧 口鼓 弄到链,给你试一下 太好了,这些很传统 辣椒煮骨头 通常我吃这道菜 我喜欢吃芋头 都比辣椒煮骨 因为它吸了那些芋头的香味 因为辣椒的油特别香 这个芋头很粉 加啦… 这个芋头 正宗类古葱 特别这家季节 刚刚适合去吃 所以每一样辣椒 做出来的效果 就有这些香味出来了 这个辣椒的皮很爽 对,辣椒是新鲜的时候 经过温度,一烘它 油脂会出了少部分 那就不太漂亮了 对,皮很香 对吧… 如果家庭观众 大家想吃到同款辣椒和辣味 就可以掃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进入尋味均研损商城里抢购 现在的抢购价是238 就有蜡尾四寶 里面有什么呢? 里面有一只蜡鸭 和一盒蜡蜗 还有一包蜡腸 和一包蜡肉 放开 对,一整包蜡盒 对吧… 那有多少钱才可以 这人很安心 现在抢购价 238便可以抢购 直接包邮到家 这么便宜? 那非常好 因为现在准备了 过节 8月25日就到了 对… 快要买些来送礼 对,红当当的礼盒 送礼看面个人 奇奇,我吃了这么多好东西 是的 是时候要带你出去 找一些地道的家庭菜 给你吃吃 有更好东西吧? 当然有 有,那就走吧 舅舅,我们刚吃完辣味 不如放一些清淡的东西 清淡淡的农家菜吃 这个是什么? 这些你不懂吗? 这些叫散菜 是这样的? 是的 这就是真正的散菜 对,散菜 为什么当时吃得最适合呢? 因为它种植的时候 就是四、五月的时候种的 一种完之后 它就一直生长 一标大远就开始摘它 像这些 一标大远起来,你就摘 一摘完之后 它跟着尾又会出来 价钱太好了,是不是? 这些是最好的 因为它本身的泥土比较肥沃 出来的盐特别厚 对 对吗? 对,而且很脆 很脆的 很脆的 对,因为散菜 特别是这家的季节 是最适合吃的 用来做半常汤 有时用金银蛋、瘦肉 或者鱼春都可以 那别多说了 不如你回去做它 多摘一点 好,这里是清清淡淡 对,正菜 当然 不清淡的 里面有贵的 黄鱼 黄鱼 黄鱼春 是 很久没有吃黄鱼春 是 试试淡汤,看看如何 淡汤 淡汤 我真的很久没有吃散菜 散菜很滑 真的吗? 很好吃 是吗? 没错 因为散菜 它种了之后 它一直生长 那时候 你採摘 必须把它软摘 它才有机会 在横边生出来 连续吃一个季度 这个菜 连续吃一个季度 是的 那可以有 一边摘一边吃一边摘一边吃 很棒 立即结讨 当然了 因为散菜本身属于瘦物 如果带有肉类的脂肪 或者加一点油 它就不会感觉 会增加它的滑度 是的 这个黄鱼籽很香 这个菜式 你只说散菜 当然没有什么价值 妹妹比主人婆贵 你知道吗? 是的 但是猫王真是厉害 我们只想炒菜 你看,煮一煮又贵了 是 我们做好东西 这个做法很清淡 散菜的话 它不仅仅只放黄鱼 对 还放一些… 金鸩蛋 瘦肉 是的 也可以 所以散菜 我们一年四季都很需要 散菜 散菜 大刀瘦煮 都可以煮沸汤 但蒜头和豆豉炒得很好 一样的 一样的 豆豉蒜头 最重要是吃得健康 是吗? 是的 所以今天姐姐这么开心 可以跟着猫王 首先要多谢猫王 带我们过去走李小龙的学园 是的 又可以学习两拳 对 很厉害 下次继续过来 再做几度 给你们试一下 当然好 吃得这么开心 是时候要多谢 广东金道食品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多谢 谢谢 今期节目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是 下期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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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